远方的家长城内外设置所 继续探寻齐长城的行程 寻访泰安吴老 听他们讲述实地考察齐长城的故事 就哪怕我们走不动了 做拖拉吉 咱也得考察到头 走访齐长城 品尝长城脚下的特色美食 就像豆腐喜欢菠菜一样 这个蜂蕴是喜欢鸡蛋 对 配起来好吃 看长勺古乐表演 感受一股作气的精神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第128集 齐鲁大地上的长城风骨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长城内外设置所 继续探寻齐长城的行程 这一站我们来到山东省泰安市 泰安位于山东省中部 以泰山而建 齐长城西起黄河东岸的济南市长青区 东道黄海之滨的青岛市黄岛区 春秋战国时期 是齐鲁两国的分界线 现在山东省部分城市区画仍以齐长城为界 泰安北一济南 中间就隔着齐长城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 我们长城内外设置组沿着长城发展的脉络 这一站是来到了山东泰安 为什么到这来呢 将时光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会发现在这片齐鲁大地上 除了有五岳之首 有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儒家思想 同时也修建了中国最早时期的长城 所以这一站我们决定 由泰山脚下出发 去寻找自古至今 一直守护这片土地的齐长城 当地的朋友介绍 要了解齐长城 先要找到泰安五老 这五位老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自发测量齐长城 掌握了详实的资料 经过联系 我们见到了泰安五老之一李济生 你好 李老师 你好 你好 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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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你 请你 好 请你 好 解算一下 这么多客人 要脱鞋吗 不用脱鞋 不用脱鞋 这是我们泰山五老靠拉七长城的 我的老大子 你好 菲老师 菲老师 你好 菲老师 那是我的老伴 你好 阿姨 你好 儿子 你好 李济生今年77岁 退休前在泰安市市值班工作 83岁的孙丽华 在五老之中年纪最大 另外三位老人是陆宗元 何敬海 张广平 他们的共同爱好是研究泰山文化 说起二十年前的壮举 跟泰山也有很大的关系 我是研究泰山的 因为这个七长城人 是泰山的中央组成部分 但是你一直能不能明白 估计资料都是急救了 在哪里起 在哪里结束 特别是结束的地点 有三种说法 咱做一个 前无故人 和未来者的一个壮局 从此到位 靠大七长城 五个好朋友一拍即合 他们组织了一个动员会 得到七长城 沿线文化部门的支持 1996年10月19日 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 五位老人 从济南开始了 七长城测量之行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分工 其中 孙丽华负责图片摄影和制图 李契生负责文字整理 另外三位老人 负责录像文字整理 和制作表格等 老人家里保存了一段影像资料 让我们有机会感受 二十年前 五位老人行走七长城的场景 他们带着简单的装备 白天沿着七长城实地调研 晚上就在最近的城镇 或者村庄休息 日复一日 从头到尾 一步不落地走完了七长城 带回来一摞摞照片 录影带 笔记本 绘成了一本七长城 这么厚厚的一本书 就是当年你们行走一年的收获 对 真的走了一年 春夏秋冬一直这样走 这么一年零两天 当时想一年的时间能够走到头 但是最后实在是走不到 又多了两天才走完 开始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的 是吗 最后超标两天 五位花甲老人实地调研 其长城很不容易 他们一路上遇到的惊险 更是数不胜数 部队在搞研洗 石段研洗 砰砰的打墙 我们听到老员上上下的时候 以为是炸石头 结果走下来以后 被他们瞄准的时候 发现我们从上上下来 他们都跳起来 这是怎么干什么的 这是很下厉害的 所以这个上面的标题写的是 误入火箭筒练习靶场 险遭不测 对对对 他说你干什么的 我们说是考察长城的 那是军队的 人说你考察什么长城 考察我们这是学习 你实在学习 你怎么考察长城 有点跑 有点跑 大谈可能 孙礼华的照片 记录下了这段惊险的遭遇 但更多的惊险 是照片没办法记录的 第一件事 我们下来了 中国这里到了下边的老百姓 我问你们把哪里下来 我们是从小珠山 哎呦你们都敢从小珠山 小珠山是七不舍 哦 七不舍 周围的老百姓 谁也不敢上去 哦 我没下来了 也就无所谓了 但是有点恐怕 哦 是 回家 但是我有去不舍 我曾经拍过我不知道 哦 因为我的状况就不行 嗯 哈哈 他那个去不舍 带一个石头往塞太阳了 我给他拍下来了 嗯 下小珠山 我听你们说这些事情啊 就是很难联想到 图片上白发苍苍的老人 我觉得这特别像五个 就是懵懂少年 去闯世界做的事情 是不是 穿的是牛仔 调研其长城的一路上 需要翻峡谷 穿密林 还有打雷下雨 等各种恶劣天气相伴 但这些都没有让老人退缩 在这一路上 肯定像这样的惊险事情 是就数不胜数 但是发生这么多事情 你们就没有说中途觉得 哎呀 想想 你看后怕的事太多了 那咱们就调研到这就行了 就就回家了 没有这个想法吗 没有 因为在考察以前就已经下定决心了 准备吃苦 吃再大的苦我们也要办完这个事情 我前面还讲了一句 我们研究的时候就说了 就哪怕我们走不动了 做拖拉吉 咱也得考察到头 虽然不是专业学者 但因为之前的学习 生活经历 五位老人对于齐长城的调研态度 非常严谨 今天从哪里结束 明天就从哪里继续 也有很多新的发现 这条长城有三个制线 过去文史记载上没有 我们叫它腹线 第一条是在长城与飞城边界上 长城的主线是在长城的井内 打了一个欧姆形的这么个味 腹线是在这个地方 有个山口这里 有个南北通道 这里有一条腹线 孙里华介绍 齐长城的第二条支线在牧林关 第三条在安邱和举县交界处 二十年过去 五位老人中有一位已经离世 还有两位因身体 或者其他原因不方便接受采访 因为住处相近 李希生和孙里华常有往来 负责摄影和制图的孙里华家 保送了很多图片资料 设置组和李希生 一起来到孙里华家 每一张照片后面都附了笔片 都写的第一个号码 哇 真是 拍这个教卷 第一号是什么 第二号是什么 然后这个上面写的是 16100米处的黄山口 是南北交通要道 97年10月17号照的是吗 调研齐长城 孙里华一共拍摄了2400多张照片 她介绍说 考察途中因为极端恶劣天气 休息过几次 每次回家对她来说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冲洗整理照片 这么多照片 能够整理得这么清晰 每天的调研笔记帮了很大的忙 简单的一页纸上信息量太大了 首先看到是时间97年9月19日 星期五天气是晴 然后有这个出发的时间9点10分 到达大石铺北 是在这个是肥是指肥城是吗 到济南的路口 然后向西开梁 这是他们工作的开始 这一天照的是第57卷 然后后面就非常仔细地标明了 0 1 2 3 4 5 是每一张这个胶片的号数 最难得的是 每一张胶片后面的这个内容 孙老师全都记住了 除了拍摄情况和测回数据 每天的行程 甚至包括午饭在哪里吃 晚上在哪里休息 孙里华都记录了下来 所以虽然那么多年过去了 当您随便翻开这一页纸的时候 97年9月19日发生的事情 全部跃然纸上 记忆都回来了 生日快乐 孙里华说 他们五个人每人都有基本笔记 记录自己专业的数据和发现 但这些笔记上 关于个人的感受却丝毫没有 当时的主要决心下在考察机上乘下 考虑到应该有四项主 没得吃多少苦 所以十几项也不过于此吧 所以您就觉得那些苦也没什么 就不值得急了 不值得急 还是这个怎么样 这个要给侯爷留下一些资料 这是海星资料 老人们的认真和忘我 让设计组很受触动 孙里华以前学过测绘 除去摄影还要承担制图的任务 考察结束后 他绘着礼服齐长成地图 看我们很感兴趣 就让妻子把地图拿了出来 这个就是可以说 是我见到的最大的地图了 而且关键是 这还只是一半 是吗 还有一张 这边是西齐长成 齐段 细斑解吧 孙里华说 每天实地考察的时候 他先把数据记在笔记上 回到住处 对照笔记在地形图上绘制 考察结束后 整理绘制了这幅地图 您那个时候每天几点钟睡觉 睡觉不晚 睡觉不晚 最多的一天 一天跑了32公里 那是最高的 一般是四几个山村 到20多个山村 一天 十几到20多个山村 20多个山村 整个气象成是1580个山村 齐长成全长618.9公里 五位老人用一年的时间 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出来 辛苦可想而知 共同的决心和行动 不仅让五位老人成了生死之交 也让家属们成了一家人 都为他们五个人感到骄傲 画图的时候帮我玩 奶奶也是学理科的 还真的兜手画过 是吗 所以画图的时候 您是一直陪着孙老师的 给他当助手 对 真的 这样看的话 这幅图就是整个家庭 共同完成的了 更有纪念意义了 泰安五位老人的壮举 让摄制族感动 在花甲之年 他们仍有这样敢于挑战自我 不断突破的精神 也为齐长成的调研 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齐长成遗址 感受沧桑历史 瘦了以后 所以饿死 冬死 累死 直接都累了长成遗址 到长成脚下的人家 品尝特色美食 我现在明白 为什么叫天花了 它的确是 一层一层地看上 特别像花的花瓣 远方的家 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成内外第128集 齐鲁大地上的长成风骨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 长成内外设置 继续泰安的齐长成之行 了解了泰安五老的故事 李继生要带我们走方几段 当初他们调研过的齐长成 还要带我们去寻找 长成脚下的特色美食 一大早 施制组来到泰安 和济南交界处的 跋山林场 这么多的这个齐长成段 您为什么要带我们到这来 因为这里是在这个 泰安和济南交界地里 保存嘴腕的 最长的一段 里面有四季画地的齐长成一支 都是很明显 这里呢 也是巴塞林场的一个山口 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 李继生说 齐长成的修建 也是就地取材 积木远眺 长成随山市起伏盘旋 虽然两千多年的风吹日晒 让石块坍塌风化 但我们依然能想象 当年这道人工石墙的雄伟身姿 那我们要是从这边过去看的话 那边也有类似于我们脚下这样的 往两边坍塌的石头 那也是长成吗 那是 那是典型的齐长成一支 就是那个松柄上面 那些都是吗 对了 这都是 李继生介绍 对面那段长成名为定头崖 传说春秋战国时期 齐长成修到这里的时候 山高崖斗 工程受阻 监督施工的官员 奏报齐王请求改道 齐王不准 将只将督藻官斩首 把人头定在悬崖上示众 后来百姓拼死住起了这段长成 其名为定头崖 这种地方还能发现 如此文案人的遗迹不是很多 当然很高兴 但是2000多年的 风波雨似的自然坍塌 还有放羊的 放牛的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 有一些高饭店的 叫小孩的三行 这个找鞋子 哦 翻石头 对了 翻石头 给翻了好多 李继生说 这些年他坚持齐长成研究 也是为了能够倡导大家 更好的保护齐长成 这也是在保护历史 李继生实地考察齐长成史 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 还有戴岳区下岗镇的牧营村 他带设置组来到这里 林老师 这些墙后来经过复修过吗 经过复修过 但是呢 这个墙枝是原来的 哦 墙枝是原来的 墙枝是原来的 后来经过多次的战争 特别是到了抗人战争期间 这一段又重新累起来 这段长城墙高1.5米 顶宽1到1.5米 底宽1.5到1.8米 长610米 在齐长成西短保留比较完整 齐长成实践于春秋齐皇宫时期 修建历经400年 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修建长城的历史也是一部血泪式 这才有了像《梦将女哭长成》这样的传说 李继生说 这段长城到底是什么时候重新累住的 已经无从考证 但可以肯定的是 在抗日战争时期 它也发挥过作用 在这个长城里边 就有八路军的根据地 制造服装的基地 还有这个戴约库 就制造军服是吗 军服 哦 是他们一个大后方 这是大后方 神山区吧 当时是天山区 刘龙苗 刘龙苗 他的在这地活动这个基地 他却用这个 李继生说 他对这段齐长城印象深刻 不仅因为这里有深厚的历史 更是因为这段长城脚下的一道美食 现在我们来到呢 是位于齐长城脚下的一个叫做 薅滩村是吧 对 薅滩村 李老师对这一代特别熟 当年他们调研的时候都走过这里 所以今天我们是跟着李老师一块 到他一位老朋友家做客 走 李继生说 这位老朋友在他考察齐长城过程中 给了他很大帮助 很快我们就见到了他 徐英兰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 他从小就在薅滩村长大 对齐长城很熟悉 您印象中小时候 齐长城是什么样呢 齐长城反正就是 就是那个石头断起来一流 就是跟现在比有变化吗 现在弹了点 原来是还新鲜点 原来是看起来 他那石头膜还掉的 我觉得刚刚那个 大妈用个词特有意思 她说新鲜 对于她来说 就是每个人我们都是百年人生 所以她小时候看那个长城 就觉得新鲜一点 现在可能老一点 但是其实那个齐长城 都已经两千五百多年了 她是一个特别老的老人了 李济生介绍说 他们其实徐英兰 就是因为当初考察齐长城的时候 徐英兰了解情况 是她在这一段齐长城的向导 所以徐大妈他们一家 就是告诉你们当地的一些地形 然后路口怎么走 同时也是你们的一个后方补给 是不是 您知道吗 就是来的路上 林老师就跟我们说 说你们家有一道菜特别的好吃 对 天花炖鸡 天花炖鸡 时间过去二十年 这道菜给李济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热情好客的徐英兰 刘世之祖一起吃饭 他要给我们再做一次天花炖鸡 记者谈谈到厨房帮忙 终于见到了天花的真面目 天花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天花都是那个板栗树根里长一种菌 板栗树 它的树根 长出来的 我拿一点看一下好不好 还真是 它是一种菌 我开始还以为它长得会比较像我们平时在菜市场看的那个平菇 但是你看 不一样 它太大 这个东西能取花能治脏的疼 有些挺有好处 一个是它美容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叫天花了 它的确是一层一层的看上特别像那个花的那个花瓣 对 仅用清水浸泡 天花就发出了清新的香气 我们对天花炖鸡更加期待 这个道菜的做法很家常 把柴鸡先炒后炖 快出锅时再加入天花 要的就是天然的味道 炖鸡需要的时间较长 徐英兰还准备了几道特色小吃 粘窝窝就是其中之一 在当地特产一种骨子磨成的面中 加少量温水 放入泡好的红豆 然后用手把它团成窝头的形状 这个已经好是吗 真好看 这个窝头的特点就是底下是一个小空的窝窝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窝窝呢 好熟 蒸汽就进去了 好熟 因为这个是你看它特别厚 整个特别高 这样有一个窝窝的话 气就容易进去 明白了 那我也把这个窝窝做深一个 费了好大力气 记者谈谈终于做出了一个窝窝 加上红枣 一个粘窝窝就算做好了 上锅蒸一个小时就可以出锅 这边徐英兰做着窝头 她的弟媳李红 则为我们准备了一道 村子里只有她家才会做的菜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蜂油 这个东西真是 仔细一看 我现在觉得我那个头皮都起了鸡皮疙瘩 真的就是会头皮发麻的感觉 从上挺好吃的 你们炒着吃啊 炒着吃 那你这个东西怎么获得呢 你去要掏那个蜂巢吗 就是去蜂王将的时候取出来的 去蜂王将 即便是吃过竹虫的痰痰 面对着蜂油还是有些发出 李红说 蜂油的营养价值很高 她和丈夫养了20年蜜蜂 每年都会有新鲜的蜂油 为了招待设置组和李继生 她还准备了青草核桃花 菠菜炖豆腐等家常菜 大家一起动手 很快一桌特色美食就做好了 徐英兰新招呼记者 尝尝天花炖鸡 好鲜啊 李老师您来一块 来 谢谢 谢谢 您尝一下 跟您当年吃的味道 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鸡肉这味道 好 好吃吗 非常好吃 比当年好得多 是吗 吃到20年前的美味 李继生连连称赞 就是最家常的做法 菜的味道更加纯粹 也更让人回味 山里的东西就是什么都是 特别带劲 这个核桃花吃也带劲 蘑菇也要带劲 这个鸡肉就更不用说了 吃起来要特别带劲 它皮特别烂 就是所以知道这个火候 其实是已经够了的 但是这里面的那个瘦肉啊 吃起来就会要用嚼劲 这可能是柴鸡的特别 对 吃鸡它不用那个 得柳 光用粮食味 品尝过天花炖鸡 记住谈谈来挑战一下 蜂蜣炒鸡蛋 为什么要把它跟这个鸡蛋一块炒呢 它喜欢鸡蛋 它喜欢鸡蛋 啥意思 太可爱了 炒鸡蛋头上都是有金薄鸣啊 您的意思是说它敢搭配好 是不是 鸡蛋酷感好 知道了知道了 就像这个豆腐喜欢菠菜一样 这个蜂蜣是喜欢鸡蛋 配起来好吃 天花炖鸡香而不腻 蜂蜣炒鸡蛋软糯可口 青炒核桃花爽口下饭 一桌农家饭各有特色 再加上清甜的蜂蜜水 李季生和谭谭吃得津津有味 品尝过菜肴 谭谭来尝尝自己做的年窝窝 这个其实就是粮食本身的味道 对 嚼着嚼着以后 通过跟你那个唾液互相作用 它的那个糖味才会慢慢地散发出来 二十年以前 一顿热腾腾的农家饭 给了李季生继续前进的动力 二十年之后 这顿农家饭 让我们在泰安的七长城之行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我想可能以前 这个李老师他们下来的时候 吃掉一顿饭以后 就有精神再去爬长城了 对啊 扶了小钱的大力支持 我们当然是有来有劲 就是 所以就是像大妈他们这样的人家 这样的热情 然后毫无私心地拿出家里面所有的好东西 对啊 就是这样的支持 支持李老师他们去考察了更多的长城 其实我们走这么多路 也可以感觉到 走到哪里都有像大妈这样的好人家 所以也支持我们走了更多更远的路 吃吧 谢谢大妈 我们会把它给吃光的 看古乐表演 长韶战鼓声震天 这个鼓声就是让人听了以后 就闻风丧胆 太有震撼了 学击鼓节拍 斗志昂扬精神组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第128集 齐鲁大地上的长城风骨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长城内外设置组 沿齐长城继续向东 来到山东省莱武市 莱武在春秋战国时期是鲁国属地 分裂齐长城南北的鲁国和齐国之间 有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 长韶之战 因此产生了一个成语 一鼓作气 在莱武市鹏泉街道办事处的关长村 有一支鼓乐队 依然传承着祖辈的长韶古乐 这个村庄在过去长韶之战那个年代的时候 是长韶所在地吗 不是 它是长韶之战的一个后背地 后背地 那就是在齐鲁两国之间 它是齐国还是鲁国 是鲁国 鲁国 获胜方 是吗 所以这个长韶古乐 就是在你们鲁国所在地的后代当中发扬起来了 对对对 左传《曹贵论战》讲述了长韶之战的经过 鲁国大夫曹贵活用一鼓作气 载而衰三而解的道理 鲁国趁其军三鼓时发动进攻 进而击退了强大的齐国 两千多年后 在官场村 人人都知道一鼓作气的故事 家家户户都能打一段鼓 梁梁 你好 大姐你好 这一进来就看着这个鼓了 长韶月鼓一鼓作气 你看 你们就是每家每户 这个医院门口都有这么一 都有这么一面鼓 那个张大哥说到您家来 是因为你们鼓打得好 我看我还以为是找一位大哥呢 没想到找一位嫂子 嫂子打得也挺好 那给我们展示一下吧 好吗 我去拿锤子去 好 拿锤子去 锤子一般在我的概念里面 都是用来砸核桃的 这是拿来打鼓 找来鼓锤 尚须翠来了一段即兴表演 天哪 鼓声坚定有力 充满了昂扬的斗志 一段鼓敲完 记者谈谈的情绪 也被带动着高涨起来 我振奋人心啊 我看见你这个鼓面上 这个地方有一团团小小的黑的 然后在你打的时候就明白了 好像所有的这个鼓点 都是落在这个地方 是吗 一同打下来以后累不累 还可以吧 还可以啊 我看您红光满面的 真是 就是打这个鼓 特别锻炼身体是吗 那鼓点一响以后 灰身就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很振奋啊 上虚翠说 村里的鼓乐队 正在为当地的晚会排练 他带我们来到排练场地 等上虚翠换好演出服 我们先邀请鼓乐队表演一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上去翠一个人打鼓 就已经让我们很振奋 鼓乐队一起表演声势更加浩大 别看是村民们自发组织的表演队 指挥鼓手和茶手分工明确 配合默契 表演节奏明快 激昂向上 真的太棒了 给大家鼓掌加油 太棒了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休息一下 你知道吗 大姐我刚刚在这个人群当中 就是听你这个打鼓 最直接的感觉就是 如果我是你们这个阵队的 我就想拼个命地往前冲 但是如果我要是跟你敌对的 那个阵队 我听你以后拼命地想后退 想逃跑的感觉 这个鼓声就是让人听了以后 就闻风丧胆 太有震撼了 而且一上来就是直接进入高潮 而且这个高潮一直持续 就没有停下 没有缓过 这个就是战鼓的这种 一鼓作气的风格 是不是 而且我觉得特别为你们骄傲的是 你看这整个队伍当中 全部都是女性 给大家鼓掌好不好 张柯说 长少古乐在传承过程中一度中断 2006年为了凝聚人心 村子里重新组织起古乐队 通过传承人的口传身手 重新整理了古朴曲调 创作了盛世锣鼓 长少之战等20多部作品 既延续了传统也有创新 我刚刚在听的过程中 就觉得真的有那种 森林战场的感觉 因为除了鼓声之外 好像还听见这种 是马蹄声吗 是吧 所以其实还是听得出来 有一部分是演绎的 对 是吗 是不是你们在这个传承的过程中 也加了自己的一些创新的东西 对 创新 原来在战场的时候 古典没有那么多古典 又打印象 后来以后 刚刚开始是战鼓上 然后后来又传承了祭祀 然后回到现在以后 整个水平好了 随着他们的曲牌 这就变了 这就还快 本是个喜悦都能感觉出来 张科介绍说 官场村有三千多人 村民主要从事经商 养殖 食品加工等行业 村子里的古乐队成员 有一千多人 南成员大多外出武功 这支娘子军 继续维持着古乐队的日常运转 也成了长少古乐的一个特色 你是看着好斯文 你看剪一个学生头 然后戴个眼镜 应该坐在家里面看书 然后听见外面的声音 都会觉得很吵的那种 为什么会在这儿 跟大家打这么响的鼓呢 因为我从小就开始练 从小就开始练 几岁开始 从八九岁吧 而且很多动作 她做得特别的帅 真的 就是她不说话的时候 站在这儿会觉得 是一个文弱小女子 但是一打起来的时候 就觉得是个战士 特别的帅 张梦涵今年17岁 在太安史时期中读高一 利用假期跟大家一起表演 是古乐队的新生力量 因为村民们对古乐队很认可 还有家长把五六岁的孩子 带到古乐队学习 而古乐队年纪最大的成员 今年已经63岁 您这一场打下来以后 你觉得自己心脏受得了吗 不要紧 不要紧 血压会不会升高啊 血压很好 血压很好啊 我打起来给我们不累 这个鼓声不光是振奋了别人 同时也振奋了自己 是吗 或者说首先要感染自己 然后才能去感染别人 那您要是在家里面 遇到什么烦心事 所有的气都打出来了 都不发量 靠着成员们的热情 古乐队从成立以来不断壮大 参加的演出也越来越多 2013年 长韶古乐被列入 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都去过哪里演出 我们最大的一次是在 全国全运会开幕式 对 它第一支表演的队伍 就是我们挂上餐的 农民演出队伍 他们都参加了吗 对 他们都参加了 大姐你们都参加了呀 那在全运会上 给所有的运动员 还所有的观众 然后来打这个鼓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太真喊人心了 这个人摆阵 人一比多个人 它不是广阵这么大 来回变回真实 这几年 长韶古乐队名气越来越大 古乐表演汇聚了人心 成员们的惊喜神 也越来越足 我们跟古乐队的成员们 正聊着天 一个少年在大鼓上标演起来 吕颖今年十六岁 别看年龄小 她的鼓龄可不短 从六岁就开始学鼓 还作为最小的成员 参加了2009年 第十一届全运会开幕式的 古乐表演 对于打鼓 她有一套自己的理论 你在练的时候 有没有因为这个 记谱子记得很烦 打得不顺的时候 如果你是死基因背的话 肯定记不住了 你就慢慢地练 成为一种习惯了之后 可能随心一遍打出来 还不能死基因背 还得成为一种习惯 怎么样让它成为一种习惯呢 多练 多练是多练到什么程度 吃饭的时候 空闲时间 多练 吃饭的时候 不是得一只手端碗 一只手拿筷子吗 怎么练呢 脚也可以练 脚也可以练呢 我看您脚怎么练 练一个 所以就是你 不管任何时候 只要想练的话 都可以练得了 成员们的热情 感染了坦坦 从大鼓上下来 她也要跟上学锤 学去打鼓 右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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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右 就是太平锤 太平锤 右右左 右右右左 这个是满踢锤 就是两个锤法 它就得加上那个曲谱 那个谱都得变化就可以了 行 来 你跟着我打来 打鼓不仅要既曲谱 节拍 身体也要随着鼓点 有节奏的律动 尚需翠说 这样是为了更好的发力 同时保护自己的关节 这简单的鼓点 可难不倒坦坦 她还想挑战一下 更难的节奏 第十曲牌 第十曲牌 一下子从第一曲牌 升到第十曲牌了 那就换天洗地 那个曲牌就好 哪里很快 哪里很快 它用于是一个正式 一个机梯 一个合作力 就是一个能打出来 不如是机梯打出来 这个正式的 那您陪着我一块 您先教我一下 我看那个鼓点 我能不能记得住 想回家了 完全记不住 我觉得大姐 您穿上服装 拿上鼓锤 站在鼓面前那样子 跟我刚刚在院里面 见到您完全是两个人 真的 真的 就是整个人的气质 完全不一样 这也是我 大家都是这样 看来这打鼓 也得循序渐进 一步一步来 鼓乐队成长们 热情地鼓励着谈谈 再多练习两遍 它就跟上了 鼓乐队的节拍 真的太带劲了 我觉得今天好感动 在这支队伍当中 不管是看到了大妈 阿姨 还是小朋友 包括像我这样的一个初学者 不管我们平时是什么样子 但是拿起鼓锤一敲的时候 真的就一个感觉精神抖擞 这个鼓声过去 在这片土地上 不知道振奋了多少人心 打胜了多少仗 现在是和平年代 但是在这样一个没有硝烟 却处处充满着激烈竞争的时代 或许我们更需要这种一股作气的精神面貌 去激励自己 振奋他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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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